你跟著牛屎走就可以了 享受生活 這些是藍人 藍藥足給人 嘩,很漂亮 這麼白色 這麼青的白色 你特地弄這麼漂亮給你,引你去 我現在做了惠州旅遊保局長 不是惠州 這麼漂亮 我做了海南保局長 嘩,多性感 她又養生了 她都養生 我要每個學 早上起床梳頭 五五 在窗前坐著睡覺 晚上睡覺 就浸腳 浸腳就睡覺 還有些是喝茶 嘩,她已經是煎茶 即是我們的茶道 活水環 雖活火攀 智林吊石 取心清 大飄柱月 歸春翁 小桌分光入夜屏 樹已翻 前前 觸腳 從風忽作 射時聲 沐牧場 未逆經三門 座聽 未逆經三門 座聽方城 牆間 牆間 對 讓我來講一講 這手很傳統的茶絲 因為蘇東坡很喜歡喝茶 這手茶絲 在中國的茶絲 是很重要的 她說活水 就是 你知道茶很傳統的水 很多時候是傳水 這間蘇生 就去一個河流 找水 活的水 水在流 活火 真的火不是電鍋 智林吊石 她是拿水進去 吊石 取這些水 由大小的取 入瓶裡回去 煎茶 雪雨已翻 煎薯腳 就是那些茶葉 一起回去了 當它煎得水滾的時候 那些茶就會回去 要翻過腳 尾片中的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沖茶都會有 只有茶葉會倒轉 雪雨就是那些水滾 因為茶葉下面的那條 淡一點的地方 比較重一點 可能 要麥理解釋 那是蟲 所以要忽作瀉時聲 即是 當那些水滾的時候 就好像蟲蟲 啊 風吹來 有些聲音 那就是 那這句 《呼場未已已經》 三碗 有個典故 有個典故 有一首颅童的茶絲 茶絲 好好長 你读出来看,你读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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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读。 这个龙童的七碗茶师的七碗,是讲七碗的,一碗就什么,而两碗就什么,三碗呢,喝下去呢,那些茶呢,就会手沽腸,那些沽腸,即你的腸,在手索你的腸, 唯有文字五千卷,你喝了三碗下去的时候,那些茶就会搜索你的腸,看一下你里面的文字有多少,文字五千卷那多,你读书那五千卷就搜出来了。 那我没读到,怎么办? 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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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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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那四碗,五碗,没了,七碗,就做了十先, 对了,七碗做了十先。 那但是,苏诗这边说,就是说, 何正方成长远家,你晚了都不睡觉,可以去喝茶。 这首茶丝好似的。 那很多帮他喝茶也好,也都是弹鼓琴琴也好, 很多方法可以治愈的。 那所以他结果呢,他很喜欢海南岛的。 又说自己是海南岛人的。 不是常做岭南人的。 他去到哪里就做哪里的。 是的。 不要管淡移民,寄生西淑州。 即是原来自淑州来的。 其实寄生在淑州而已。 突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 即是好像我呢,就是去这个熟州呢,暖游而已。 我本来是海南岛的人来的, 我去熟州呢,只不过是暖游。 即是他已经很喜欢海南岛了。 甚至说呢。 狗死南方,门不陷, 之游其绝半平生。 哇,最正的门。 这个游,这个海南, 是很好的。 景色也好,门风也好。 所以我很喜欢。 这个呢,就是他六月二十夜渡海。 即是他已经回到旧那种史作文。 即是回到京诗的了? 未去到京诗的了。 未去到京诗的了。 即是未去到京诗的了。 即是他渡海, 渡回那个海南岛去荣州的那个海。 他在淑州呢,作了很多东西。 他作诗词呢,是140多首。 散文呢,就一百多篇。 书信就四十多篇。 就完成了几本大作的。 就叫书转,逆转。 逆转是不是讲逆经? 那呢,就论语说, 又讲论语的? 是呀。 书转是讲什么? 书经。 书经。 哦。 他真的著作很多。 几年而已。 是啊。 是呀。 在淑州呢, 对海南的文化教育。 化、教育, 医药卫生, 農業生产的发展呢, 都做出很大的贡献。 古时的人呢, 就真是全能。 啊, 不过是, 他做司嘛。 那就是梁振英那个位来的。 是。 他当然要对文化教育, 医药卫生, 要有贡献才可以打。 那是梁振英的全能。 那是梁振英的全能。 他要看下有没有贡献才可以, 他要看下有没有贡献才可以, 要不是要打很久。 他变去, 变去可能不到。 这个是淡州元智, 大家知道中国语都叫做元智, 即是一个语里面写它的历史。 那这个淡州元智里面写这个? 元智类似现在这家西方国家很注重的archives, 即是archives的东西。 即是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写了。 北宋宋文中宫来瓶, 来瓶,来瓶即是来改了不了。 居担四年, 以诗书礼教转化其丰逐, 变化其人生。 这厉害? 好赞他的。 好赞他的。 那另外一本书呢? 他叫《瓶台记事六》呢? 又来讲他的历史。 那又这么说他的。 素素民中宫之集, 堆淡以讲学明道, 教化日兵, 停奏人民之性, 实自公启之。 即是去看法的那些人的教化, 就日日平成了。 于是呢, 很有文化来变了。 一个留在这里的东坡书园, 叫做《在酒堂》是当时。 是苏东坡在海南祖会的时候, 讲学的场所来的。 这个又有趣的, 你看到左边有一幅画, 是唐人的。 唐人即是唐伯虎。 唐伯虎就作了这幅画。 作了一幅画, 就写了一幅诗。 那这首诗呢? 这个是唐伯虎写的书法, 作的诗。 那这首诗呢? 我读给你听, 叫做《东坡在淡耳》, 自喜无人识, 广外惹人家, 谭笑变中日, 一日忽语语, 带笼仍着剧。 《韦尔环道家》。 《韦尔环道家》, 妻仪笑满失, 《韦尔环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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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很歌颂, 蘇东哥。 唐人因为他自己的性格 都是很瀟灑, 很崇语蘇。 一方面自己很聰明, 另一方面又不是很堅叔, 要怎样去保佩。 即是蘇东哥做司衣呢? 就不同了, 他完全不介意, 人家不認識他的。 他都不知多高兴, 就是无红色。 不, 他因为被扁, 无红色。 哦, 因为他都不签不公文。 他不签不公文, 所以没人认识。 这个就是东坡书院, 去讲学的地方。 逐一天我都不去。 很漂亮的。 对了。 在东坡做司衣。 到1100年, 后来呢, 徽宗职位, 即是折宗死了, 宋徽宗死了, 宋徽宗死了。 宋徽宗,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文学很厉害的人。 他作词很厉害, 但是他做皇帝做得不太好。 于是, 金仁就入了去, 老了去。 徽宴二宗, 大社。 所以他可以北归, 高中坡回到大陆。 他去的地方呢, 就是在海南岛去到杀州。 这个有点有趣, 就是什么呢? 101年, 张敦就是贬他想他死的。 然后, 就获罪了, 皇帝又不喜欢他了。 不知道为什么, 得罪了皇帝, 被贬罪了, 去他的父母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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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蘇东邦呢, 不念旧。 即是他,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人。 张敦对他的不好呢, 并且不想杀死他, 即是想令他死, 他都慈悲惟惑的。 即是他真是有基督精神, 这个人很厉害。 所以他做了什么呢? 他写通信给他的朋友, 就是, 都是张敦的朋友来的。 他说呢? 他说给个朋友听, 他说, 此后就是张敦, 张敦呢, 就会去梁州。 听闻呢, 他就很惊叹了。 那样, 但不过, 海康, 海康就是梁州。 虽然很远, 但就没有张敦。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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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